現在重頭戲了我們要挑戰一下看有沒有機會就是完全好完全都不會被鋁布用到手兵 那我那位朋友跟我講說只要把這個小兵好放在鋁布的上面 放在鋁布上面的話就有機會躲掉鋁布的兩招必殺 兩招必殺就比較不會手兵 因為我的話我目前自動設定的話是有機會可以讓小兵不會掛掉 但是小兵還是會收但是我那一位朋友啊 他是小兵連收都不會收從頭打到尾他的小兵都沒有收過 打鋁布的部分他的位置就是站在目前我站的這個位置就是鋁布的上方比較偏上方的地方 那小兵的話就是也是在鋁布的上方沒有在鋁布的左邊或右邊就是在他的上方 因為鋁布的話我那位朋友跟我講說就是鋁布的必殺他是會往下面打不是往上面打的 所以如果說你站在鋁布的上方的話 比較有機會躲掉他的這些必殺 我目前看起來真的是很安全的我的小兵都還沒有收都還沒有收 那其他的你的血真的跳蠻多的跳蠻多的 先仔細看一下好仔細看一下就是到底有沒有機會就是讓鋁布啊讓鋁布就是沒有把我們的兵好給他收掉 目前看起來是有機會 這個站位真的很好 那目前我的自動掛機設定啊就是這樣子而已好跟之前是一樣的一到六都是設定強命 然後100%一下補強命嗎自己跟小兵都一樣那80%一下話就是吃這個金方藥 啊現在鋁布的位置有點偏好有點跑掉了跑掉了 我希望有機會也穩住好穩住 如果說鋁布不要跑上來應該還是有機會的好現在鋁布的話是往 哎呀往上面走往上面走 往上面走後這樣子我要重新調整 重新調整 如果他往上面走的話就必須要往更上面走才可以 好我現在先 卸下來卸下來 這樣看起來 真的是可以驗證他的想法呢他想法就是說 你只要站在鋁布的上方的話你就可以躲掉他的必殺 看起來看起來是有可能的 鋁布現在在哪裡啊 我先看一下鋁布在這裡嘛好那我就在這個位置好就這個位置 好我現在把小兵放出來 等一下我 現在是有自動嗎有自動先關掉先關掉 好往上面走 好接下來把小兵放出來 自動配置 好 鋁布 我可以點鋁布 現在的話應該是在鋁布的上方吧 應該是應該是 呦我怎麼放了一隻女靈啊 放錯了 放錯了 放到女靈去了 沒關係沒關係 反正 最主要是要測試什麼樣的一個站位 比較不會被鋁布收掉 我們先仔細觀察 他的必殺是怎麼打的 好他的必殺的話目前看起來確實都是往下面打的都是往下面打的 所以如果說在組隊的時候啊你是帶兵的職業好建議你把你 把你的位置好往上面挑然後下面的位置啊就是讓這些猛將去站就好了好因為猛將的話可以吃 隊友的強命但是小兵呢只能夠吃自身的強命而已 好所以 位置的部分的話統系的部分的話建議往鋁布的上面上面站 你看我目前我的小兵真的是沒有什麼扣到鞋真的是沒有什麼扣到鞋 站位真的是太重要了太重要了 你看最低的話也不會低於一半以下喔 不會低於一半以下 剛剛的話會收掉是因為說呂布有往上面走 有往上面走 所以我的小兵啊 就被打亂了 必殺就被打到了 但如果說 即使的收回來然後再重新再分配出來的話應該是有機會 就是從頭到尾都不收的 應該是有機會的 好 哇剛剛有沒有看到我的鞋是沒有扣的但是我隊友的鞋啊是用噴的喔 是用瞬間噴的 好那給 各位朋友看一下我們的隊友組成 隊友組成 這個是我們隊伍組成喔 魔鬼肌肉人 上兵 還有我爸爸超人握劍眼前臉熊麻吉跟台標 跟台標 OK 好 今天的話就是最主要是要測試這個 看看 怎麼樣一個站位 好比較不會被呂布的必殺打到 然後小兵的話勒 可以從頭 站到尾都不會被收掉 好 有沒有看到我的雙腳兵女靈也是活得好好的喔 左上甲這隻雙腳兵女靈啊 我現在的站位是活得很好的喔 都沒有收掉 那他們的目前也是有在輸出的喔 可以看到 我現在是點呂布 然後 那個 士兵的部分的話也不是堅守 他們是射圍攻 他們是有在打的 不是沒有在打的 好 沒有收沒有收 呂布現在 呂布現在往下面走 往下面走了 那我的位置的話 也沒有變好 我一樣是在 呂布的上方 我沒有變 我剛剛只有收一次而已 只有收一次而已 那剛剛是因為陣型亂掉 那如果陣型沒有亂掉的話 原則上來講 從頭到尾 是不會收的 好是不會收的 哇你看 這個他的必殺打下來啊 其他人的血都是用跳的喔 但是我的小兵呢 完全都沒有損到血喔 完全都沒有損到血喔 應該有啦 一點點而已 就是不多 沒有像其他 其他朋友一樣是用跳的 好我們繼續往下看 好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其他人的血是用跳的喔 但是 我的血跟 我的血是用跳的啦 因為我的位置比較下面 但是我的小兵啊 站的位置 比較上面 比較上面 就沒有被必殺打到了 哎呀現在呂布往上面走 現在呂布往上面走了 危險了危險了危險 好現在呂布的話 他他注意到了 他注意到說有幾隻小兵 一直投射他 結果他都沒有打到 啊 可惡可惡可惡 一直一直手啊 沒關係 我大概知道了 大概知道了 就是 我現在全部卸下來 全部卸下來 大概知道了 就是呂布他的必殺 只會打 下面 只會打他的下面 那如果小兵在他上面的話 基本上來講 是不太會被攻擊到的 OK 好放 再放出來一次 我再放出來一次 我現在的位置應該是在呂布的上面吧 沒有沒有沒有 現在是呂布的 中間 在他旁邊而已 沒關係 沒關係 我現在是他旁邊 小兵被打到了 這個真的是個學問 還要再研究一下 還要再研究一下 好了 看他打到什麼東西 121拍的春秋大刀 90 圍攻98的 寒冰鐵機 圍攻96的 好看一下 其他人打到什麼東西 按錯按錯了 中和中和 有視頻提破強化法 這個價值10到20斤 OK 好吧 那就先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觀看 拜拜